7月24日 两大影帝刘青云 张家辉及陈家乐 吴浩康 汤仪等一众台前幕后 在英皇军警酒店出席电影《廉政风云 烟幕的沙科宴》 影片是继扫读后 刘青云和张家辉时隔五年再度合作的亲情剧作 但在戏中两人的对手戏很少 因此均感到略有遗憾 希望下次合作可以从头到尾都是对手戏 其实我觉得在过去跟他合作的那个扫读 我还是觉得跟他的戏份还小 我希望有机会跟他真的是落落实实的 从头到尾都跟他两个人在演的一个戏 我希望有这个机会 电影的中头戏移失到澳洲的雪山拍摄 青云笑颜自己在香港省钱拍戏 钱都给家辉他们到澳洲玩乐去了 把家辉弄得哭笑不得 谈到电影上映后对票房的期待 青云指有家辉在根本不用担心 而家辉则称无法预测票房 认为演员做好本分就行 这个年文导演 我是从来不担心的 可是有你有了你我更不担心 票房从来都是我们当演员的 无论是导演也好吧 从来没有人能够估计得到的一个范畴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管了 把自己做好就算了吧 飞凡娱乐香港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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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